哈囉大家好,我是諾斯 那如果各位還沒有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狀態唷 好,那各位現在可以看到我們這個介面的話 欸?這個介面是什麼呢? 沒有錯,就是我們NBA 2K23的本世代版本 而且這個不是PS5版本 而是PC版本 那你可能會想問說 欸?諾斯?你不是已經有NBA 2K23的PS5版本了嗎? 因為據我所知PS5版本到目前位置都還沒辦法掃臉 那我在今天我就非常想要來稍微掃一次臉就好 所以我也為此去買了PC版本 相信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進行掃臉了 你們不用管我啦 我就有人傻錢多 沒有沒有沒有 我其實也想在今年看一下本世代的創角會是怎麼樣的感覺 聽說這次也有改向次世代版本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來一起看一下吧 好那我現在的話用Steam登錄了我的NBA 2K23 我們就直接來進行掃臉吧 我不知道鬍子有沒有刮會不會影響這件事情 好那剛剛已經掃描完成了 我們這段話就直接來看一下掃描出來的結果是怎麼樣吧 好100%來看一下今年 我看一下改個膚色 這是任何人 這絕對不是我 這可以是任何人 但這絕對不是我 不是啊這到底是誰啊 好那在這次PC版本的話 如果我要創角 我想要創一個控角後衛 我這邊想要建個6尺4吋 體重往最輕的這邊選 然後臂展是6尺9 然後我這邊選擇這個線條分明 那我們終於看到次世代的徽章點法 雖然老實說這個已經算是去年的東西啦 但我覺得無所謂啊 這次我要創的角色的話是這個進攻望蛙筒啊 就有一個控球後衛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樣也比較好 那這邊主要載制能力就有4個可以點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個建模啊 三門球運球投籃者啊 全新模板的話是Abdurath Lila跟Garland 這建模我一點意見都沒有啊 但那個臉我很有意見啊 那我們就直接來進行我們這個生涯模式吧 喔我們還要上大學欸 那這次次次世代跟本世代就有所不同啊 那我這裡的話 我想要選個這個UCLA啊 UCLA之後直接跳新資喔 那我這裡來想一想啊 我自己想要去一個球隊的話 我想要去亂去虎人隊 我覺得這選擇應該也算合理啊 那前面的開場的話 次世代跟本世代看起來是一樣的 那個衰人臉真的是 你知道為什麼被人家虛嗎 你長得太醜啦 好經歷過前面的故事之後的話 他就會直接跳到這個界面 那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好好調整一下我的臉 我臉絕對不長這樣 我臉絕對不長這樣 我這邊要到一個乾淨背景後面 你可以侮辱我的球技 你可以說我爛 但你不能侮辱我這張帥臉 聽到沒有 直接看喔 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相信2K會修正他的錯誤 我這張渾然天成的臉 怎麼就變成這個樣子 都是不對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今天就只能長這樣是不是 我怎麼覺得我看一看好像還真的有那麼一點回事 但我那個鼻頭也太XXX黑了吧 這是烤焦的蒜頭吧 好了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這次比較短的影片 那我今天最主要是想要給各位看一下 我未來掃臉的模樣是什麼 那之後我可能 或許本世代跟次代的生涯 我會分開來做 我也有可能只做其中一邊 那就看我之後的規劃是怎麼樣 好了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今天這影片 感謝各位今天收看 那如果各位喜歡這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燦賣 媽媽 大家 不 肉 我們 早 你們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